兩位好 時間的關係不依依問候 對於這一次憲法法庭的判決 那當然在社會上面 有非常多不一樣的評價 民進黨的總召 柯建民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憲法判決 另外一位我個人是比較敬重 真正長期在研究有關於國會改革 我們民進黨非常重要的前輩林索水 他說這是在徹底操控國會的調查權 林索水說這是在徹底操控國會的調查權 讓台灣的立法院離正常西方民主國家的體制 越來越遠 讓台灣國會體制成為獨一無二的民主怪談 我兩面俱成 兩種不一樣的看法通通都有 我想要比較具體的來看 我們再看有關於國會改革 過去民進黨的前輩他主張的是什麼 是沒有聽證沒有調查 立法院就缺了牙的老虎 這個比較像是形容詞 因為內容比較不具體 讓我們再往下看 林家榮是直接說什麼 他說 他說說話更是要在國會殿堂所做的不實政治或虛偽陳述 負起刑法上政治上面的責任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民進黨的智庫 台灣智庫編一個撤子 叫做請對國會說實話 請對國會說實話 那但問題是現在按照我們憲法法庭 我們的大法官所接諸的憲政價值 其實不用對國會說實話 因為即使在國會上面說謊 即使在國會上面說謊 也不會有任何的法律責任 他說要負的 只有負政治責任 沒有法律責任 那我們進一步的來看 比較精準的來看一下 我們憲法法庭的判決理由上面是怎麼寫的 他說政府人員應邀出席立法院各種委員會 說明陳述意見 這是責任政治 行政院要對立法院負責的憲法要求 這是政治責任 沒有法律責任 所以這不可以有法律責任的性質 特別是在針對有關於刑法 一事一條之一 當初一事一條之一 有很多法界的先進 甚至是民進黨行政院總統那一邊 訴訟代理人的代表 說什麼欠缺法律明確性 什麼叫虛偽陳述 什麼叫就其所知的重要關係事項 法條規範的法律構成要件不明確所有違憲 但憲法法庭這一次的判決 認為那根本都不是問題 認為那根本都不是問題 因為他直接講什麼 他沒有去指摘 一事一條之一 是違反構成要件明確性 沒有啊 沒有說虛偽陳述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也沒有說就其所知的重要關係事項要怎麼解釋 因為現刑法都有了嘛 他直接釜底抽薪說什麼 他說公務人員虛偽陳述 行政首長政府人員在立法院說謊 這個是政治責任 無色啊法律責任 來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周秘書長 在這樣子啊的情況下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裡面說謊 我們只要可與刑事責任就違憲 還有任何透過修法補救的可能性嗎 如果按照大法官有錢解釋那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嘛 因為我們不管怎麼修 我們的大法官在中華民國所奠定的憲政價值 就是在國會裡面為虛偽陳述 不可以可以刑事責任 如果可以刑事責任啊就是違憲 那我就完全看不懂啊 而中華民國的憲法法學啊非常的特殊啊 不管在美國在法國在德國在日本 虛偽陳述 可與刑事責任 在我們具有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的大法官眼中啊 通通都是違憲的 那已經不是接下來可不可以修法補救的問題啦 是這一腳踩下去了以後 根本沒有任何的回頭路 當然啦 如果這一次大法官可以做這樣子的解釋 有人說是修正 有人說是掏空 有人說是補充 有人說是變更四字五八五 那個留待接下來的憲法學者啊 自己慢慢的去詮釋啊 但是只是看未來 這號判決啊是不是 就是未來新的憲法法庭 在未來的時候從法的蓄照 憲政價值的延伸 是不是有繼續變更的可能性啊 但我現在要問的比較直接啊的問題 第一個在這一次啊的立法的程序上面 我知道秘書長啊遭受到了非常多啊的污蔑跟指摘 非常多的污蔑跟指摘 甚至有立法委員對於你允許舉手投票這件事情 說要把直接嗆聲啊 說要把你趕一下台 那我覺得某個程度上面啊 某個程度上面啊 秘書長辛苦了啊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啊 承受了很多不需要承受的事情啊 甚至還遭到暴力攻擊啊 如果對你暴力攻擊的立法委員啊 跟你道歉沒有 在委員會裡面他有特別稍微做一個說明啊 有道歉嗎 只能就是說只能在這邊跟委員報告 他有特別一個說明 他有說明嘛 連道歉啊 基本的態度都沒有展現出來 對議事人員發動暴力攻擊啊 所以嘛 實質討論的時間極其有限 異常常常處於一片混亂 這個是這次憲法法庭對於說立法程序 他說何憲但有瑕疵 但這個瑕疵啊到底是誰造成的 我相信全國民眾心裡有一把尺啊 議場常常處於一片混亂 為什麼會混亂 暴力攻擊嘛 要不然我們的議場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進一步啊具體來看 我看了以後我其實非常的驚訝 因為大法官宣告違憲的條文啊 不是只有這次修的耶 他已經貫穿到啊 2008年修的條文啊 都宣告違憲了 我為什麼說他貫穿到2008年修的條文 都宣告違憲 來看一下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15條之二第一項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4分之以上提議 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 這個條文是這次修正的嗎 報告委員他因為這個是在97年才會加這一張的啦 2008年嘛 對那這一個是97年5月9號在第七屆修的 但是這一個條文裡面 因為這一次的第15條之二的第一項已經變成違憲了 所以幾乎現在立法委員是沒有提案的權利 所以我們現在即使經過全體立法委員4分之1的提議院會決議 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邀請總統來是違憲的嘛 是吧 照的解釋是這樣 這個是2008年的時候修法的內容 我們這次憲法法庭宣告違憲的範圍啊非常的廣啊 把以前2008年的時候啊 賴清德曾經參與過的修法 他要表示贊成的修法通通宣告違憲啊 讓台灣正式啊走入一個得到40%選票的總統 可以當超級大總統啊 的超級大總統制啊 他腦袋裡面在想的啊 不是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大家腦袋在想的事情啊 當行政權獨大 國會沒有辦法有效監督制衡的時候 怎麼強化國會的調查權跟聽政權 甚至離譜到什麼程度啊 那個不是只有把以前的條文 以前的規範2008年的規定都宣告違憲啊 來我們直接再看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25條第三項 被質詢的沒有經過院會或各委員會的同意不得缺席啊 連這個都宣告違憲啊 這個部分秘書長你有沒有掌握 我們的資料整理裡面可以看到第8頁 他已經寫了 是嗎 那你要回去告訴韓國瑜院長啊 我為什麼說要 你要回去告訴韓國瑜院長 來看一下韓國瑜院長 在9月28號院會宣布的啊 他說喔 來立法院這一邊備詢的時候 請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 要親自出席啊 被質詢啊 除非有特別重要的事情以外 不要請假 立法院前有韓文通知行政院 轉告各部會首長要遵照辦理啊 那你如果按照這次憲法法庭的判決 行政官員不來 行政官員不來不請假 沒有得到同意 立法院也沒有辦法幹嘛 那我們立法院發給行政院這個韓文 是不是也違憲啊 來請教秘書長 這一次我們大概 裡面是按照26條裡面衍生的意識力 對啊但是他已經講了 來來來看一下憲法法庭判決的理由 他說什麼 立法院沒有凌駕行政院之上 就行政院院長等行政首長請假不出席 立法院院會的情況 立法院不可以自我授權為同意或不同意的權限啊 簡單來講是什麼 他愛來不來 不用經過立法院同意啦 他既然不用經過立法院同意 我們立法院憑什麼發這個韓趣啊 他愛來不來都可以啊 他上面所宣示的憲法價值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2016年4月14號 內政委員會 就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選舉結束了啦 有新的國會 但是舊的看守內閣 新的國會 因為2016年2月1號以後 民進黨就過半了嘛 但是那個時候 還是馬政府在看守內閣的狀態 那個時候行政院秘書長 沒有向內政委員會報告啊 並列襲備詢啊 所以那個時候啊 在內政委員會提案譴責啊 在我們憲法法庭的憲政秩序 憲政價值之下 我們還可以提案譴責嗎 請教秘書長 因為剛才黃委員的整個的一個提問過程當中 因為有涉及到 秒釋國會已經沒有了啦 沒有啦 現在沒有啦 那個是刑事處罰他不行嘛 現在我只有回到請假不請假的問題嘛 我們院會委員會 院會委員會 所以要經過我們院會委員會的同意 大把關說這是國會擴權啊 不可以做這樣子的規定啊 那不可以做這樣子的規定 我們一定要往下延伸說 我們憲法法庭這麼偉大的意志 到底要怎麼貫徹 在立法院的運作當中嘛 那我看了以後我就覺得很困惑啊 那以後不來 我們提案譴責啊 這個會不會違憲啊 請教秘書長高見 譴責案是不會嘛 所以我們立法院以後 可以打嘴炮啊 可以打嘴炮 譴責不會違憲嘛 但是有牙齒的東西啊 可能就會違憲了 2016年啊 4月14號啊 這個例子 還可以進一步往前延伸啊 因為那個時候啊 民進黨的委員 除了提案譴責以外 他還要求什麼啊 要移送監察院啊 移送監察院有沒有違憲啊 如果以條文來看 目前他的解釋是違憲 不能送的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移送監察院的條文啊 這個是1999年就通過的條文耶 這一次修法 針對立法院移送給監察院 跟他調閱東西不給 移送給監察院的 不是這一次修法的耶 是1999年修法的東西耶 我們這一次憲法法庭啊 是貫穿力啊非常的強烈啊 不是只有在審查這次修法的內容喔 1999年啊 移送給監察院的 他說這個是憲政爭議啊 上非監察院行使糾正權的範圍 而且立法院沒有所謂啊 沒有所謂啊的移送權 那我們以後要注意啊 立法院不要隨便移送東西給監察院啊 因為我們連移送權都沒有啊 監察院愛辦不辦要怎麼辦 監察院啊自己去討論啊 再往下看 行政院當初啊提複議理由的時候 我說啊上面充斥的假訊息 其中一個有重要的是什麼 他說我們認定最低審查 是一個月沒有設上限 這個叫無限期審查人士同意權啊 不會啊 這一次大法官示現出來了 連對我們的行政權呵護備制啊 對我們的行政權呵護備制啊 保護到了極點的憲法法庭啊 都認為這個條文啊都沒有違憲 但啊讓我覺得比較心痛的是什麼 比較心痛的是啊 我們未來在審查人士同意權的時候 我本來希望 在台灣審大法官的時候 可以看到像美國參議院 在審聯邦最高法院 法官被提名那種莊嚴的程序啊 這個是Jackson大法官 當初參議院人士同意權審查的時候 他在回答問題以前 他第一個做什麼事啊 手舉起來宣誓啊 我所說的全部都是真實的 我不會說謊 但這個宣誓的要求啊 也被我們偉大的憲法法庭的判決啊 宣告違憲 在中華民國啊憲法法學啊當中 要求被提名人啊宣誓 他在國會裡面審查的過程當中講的 都是真的 要不然要接受法律處罰 否則啊就是違憲 主席站起來啦 最後這一個問題啊 來請教周秘書長 贊不贊成這個憲法法庭這樣的看法 很抱歉我大概 我這一個本身如果是 拍開秘書長的角度啦 那我的說明是認為這個 比較 叫 法庭裡面大概可能過大的 對於立娃權的一個線索 沒有 周秘書長我不要害你啦 因為你只是秘書長嘛 今天我很怕 因為你在國會的殿堂裡面啊 說了這樣一個大事話 接下來成為被攻擊啊的標的 那不管怎麼樣 在過去的立法過程當中啊 你遭受了很多委屈 背負了很多不該背負的東西 甚至還遭到暴力攻擊啊 對於你在過去啊這段時間當中 在本院盡心盡力在職責上面啊 的表現啊給你肯定 謝謝